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军军民 司马南 大家看这环境跟平常不一样了 平时我坐在书房里 今天呢 我坐在小院子里面 我现在人在海南 在海南的海花岛 海南现在你看看 阳光灿烂啊 我这是为了节目正式 我还批了一个西服 其实在这穿一个单挂子就可以了 海边人家扑通扑通在海里面游泳的 今天这期节目啊不是我讲 我那个票谈话 大家都听乏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牛的人 叫票谣校尉 听过这名字吧 对 早就有了 号五帝那时候呢 就给一个人呢 封了一个号 叫票谣校尉 这个人是谁啊 霍去病啊 霍去病什么人 跟着卫青打仗 打匈奴的 在漠北 战功赫赫的 所以今天有一个人叫票谣校尉 这什么人这么牛 敢把汉武帝封给获去病的这个名号按到自己的头上 告诉各位 这个人呢 就是著名的军事学博士 中国驻联合国的军事观察员 著名的军事评论员 我叫他年轻人 其实也是40多岁了 正值盛典 今天呢 我是费了好大的劲儿 才能联络到这位票谣校尉先生 今天呢 我想请票谣校尉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呢 请他就网友朋友们关心的问题来跟大家聊一聊 票谣校尉 您好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司马老师好 各位网友好 非常感谢司马老师刚才对我的这些赞誉 其实确实是司马老师过誉了 跟您相比 我只是网络战场上的一个后来人而已 天哪 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军事学博士居然说话还抬着我说 我就是腿秀老头 傻了吧唧的 说话水平很差 漏洞很多 逻辑也不严谨 经常被人家揪住 就是一顿痛打 今天跟这个军事学博士一起聊天 我在军事方面 我连个军级都没有 遥想当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 黑奴江生产建设兵团 独立三团四应二连当战士的时候 那是兵团战士 我们机干民兵是拿枪的 但是没军级 所以今天面对军事学博士 我是一个小学生的心态 向这个飘摇校尾先生请教几个问题 书归正传 现在眼下最紧张的 最要命的话题 几十分钟之前 我刚刚看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俄罗斯的军机坠落这件事情有一个态度 结果呢 拉伯多夫就急了 俄罗斯方面对这个结果表示极其不满意 请飘摇校尾用您的专业的眼光来跟我们讲讲 俄罗斯军机一二七十六这机到底怎么回事 您有眼军事学家的眼光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嘞 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事实上呢 这个事情大家肯定都是很关注的 因为一二七六作为俄罗斯的一种重型或者说是战略运输机 它的损失对于俄罗斯空天军甚至整个俄罗斯军事力量来说 无疑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 只能说呢 是可能比前几天这个A50被击落 影响力稍微小一点 毕竟上面没那么多指挥系统 但是也绝对算对于乌克兰来说算是一个巨大的战果了 对于俄罗斯 我们知道就是以往一旦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俄罗斯呢 要不就是没脸说 对吧 自己的大飞机被人盖下来了 那我提这个事就完了 要么呢 就是不承认 说不是那么回事等等的 而乌克兰方面呢 肯定是大张旗鼓的 要向大家宣传 哎 我老子又盖下了俄罗斯的飞机 而且是大飞机 但是这次有意思的是 我们会发现 是这架飞机一旦被击落之后呢 乌克兰国防部首先是发了在这个自媒体平台上 是和以往一样发出了相关的这种战果的宣誓 我们又干掉了毛子的大飞机 但是紧接着呢 就把这个给删掉了 然后到现在呢 我们会发现很好玩的就是 乌克兰提出要联合国进行调查 而俄罗斯方面呢 则是一点不嫌丢人 大张旗鼓的宣传 我们一架1276被乌克兰给击落了 而问题就在于呢 上面是有65名乌克兰的战俘 而且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消息说呢 它本来是有两架飞机 各带着一批战俘 因为双方要进行一个100多名战俘的这种交换 结果第二架还比较零 看到第一架被击落了 是掉头就跑 算是逃了一命 那么到现在呢 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事情呢 谁都不承认是自己干的 都拼命的把祸水往对方来引 包括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网上咱们的网友们 挺额的和挺孤的也是争成了一波州 那么我个人觉得啊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 就是如果是俄罗斯击落的 那么显然就是咱们现在先不去谈从技术上讲啊 怎么怎么分析 因为现在我们获取的技术方面的信息太少了 完全不足以去确认到底是谁击落的 我们只能说是从逻辑上来看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的话 它击落这架飞机唯一能做的事情 也就是栽赃假货乌克兰 讨化一下这个乌克兰的形象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付出这么重大的代价 就为了丑化一下乌克兰 这个消费比太低了 因为战争爆发以来 双方都在互相丑化对方 可以说有的是招 这么真金白银的砸下去一架一耳其破了 就为了换取对方一个不人道的丑名 我觉得确实不大可能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而如果是乌克兰方面击落的 其实确实它有更多的理由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知道 像这种换服行动呢 一般是双方谈好了之后 会互相跟对方说明 我会用什么方式把战服运过来 那么像俄罗斯这种 用飞机把战服运过来的话 那肯定是要向乌克兰通报的 我会用什么 我会哪架飞机 什么时间从哪里经过 在哪里降落 运的是你的战服 那么乌克兰方面 当然就会通知自己的防空部队 这架飞机你就不要打了 这个实际上是双方的一个惯常操作 否则的话 这个换服就完全没有办法进行 因为我总要把战服 运到咱们的接触线上去 才能去换马 不可能说是我们隔着几千里在那换 从这个角度讲 所以说乌克兰第一个方面 我认为它有可能是 比如我们讲它现在内部比较混乱 所以信息的传递上出了问题 你比如说政府把这个事情搞好了之后 相关的信息没有能够及时的传达到 乌克兰的防空单位 所以造成了一次误击 这个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正常情况下 俄罗斯绝对不可能让伊尔76这种大型飞机 飞到比尔格罗德州去 因为我们知道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比尔格罗德州可以说是 作为俄罗斯的一个边境州 是遭到这个乌克兰各种袭击最多的一个州 不但有导弹袭击 有炮击 甚至还有所谓的这个俄间组成的这种民兵组织 杀到比尔格罗德境内去搞破败 所以从安全角度讲 如果不是很放心的话 俄罗斯绝对不可能把这种大型飞机 飞到这么近的地方去 为对方的防空火力 所以我们讲即使它是处于内部的一个工作偏差 乌克兰方面出现这种牵插的可能性都更大一些 而如果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这个英国问的说法 比如说认为现在乌克兰的军权和政权 正处在矛盾的斗争中 泽连斯基代表的势力和这个扎鲁日内代表的军防势力 正在激烈的斗争 包括我们知道前几天甚至还传出过 扎鲁日内已经被泽连斯基解职这样的消息 当然了从最近的乌克兰方面 发布的一些开国防会议的图片来看 这个应该是一个谣言 扎鲁日内也好 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将领也好 还是出席了他的国防会议的 应该是没有被解职的 但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之下 双方互相给对方拆台 所以搞出这个事情来 也存在着一种可能 所以从目前我们翻来覆去的讲 就是技术上的信息还不是特别完善 但是从这个利益分析上讲 乌克兰干这种事 可能性会 至少是我个人认为 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特别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就是乌克兰方面击落俄罗斯的飞机用的导弹 现在有三种说法 一个是俄罗斯说的 俄罗斯说用的是我们俄罗斯的S-300 但是西方媒体曾经介绍说 乌克兰的S-300在去年的10月份 他就用完了 那么乌克兰现在有可能 他根本就没有S-300 包括俄罗斯还有媒体说是北约的防空系统 当然他说的这个北约的防空系统 不是北约操纵的防空系统 而是北约支援给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那么这种防空系统的话 那要么就是美国的爱国者 要么就是德国的那个IRST防空导弹 但是这两种防空导弹 从设程上讲 如果要想把比尔格罗德上空的 这个T-276机构的话 都要部署的比较靠近边境才行 而这个呢是一个我觉得 有我不是特别明白的地方 因为这么珍贵的防空系统 就不管是爱国者还是IRST 全乌克兰一共也没几套 就是西方给它支援了也没几套 不应该轻易部署到边境上去 我请教一下 按照您的这个分析 那就是说俄罗斯人自己打自己飞机的可能性不大 而乌克兰呢可能性则比较大 乌克兰呢他不会直接朝着这个运送自己战俘的飞机开跑 但是乌克兰有可能内部混乱 所以呢他信息没有传达到位 结果发生了误诈 那发生了这种悲剧之后 您注意到其他国家的反应 比方说美国西方的媒体 北约的媒体 北约的官方 关于这件事情 他们的说法 顺着乌克兰的媒体造谣 俄罗斯 他们这个手法 您帮助我们做点分析好不好 是这样的 就是我看到的各种渠道的西方信息 其实也是说什么话的都有 既有帮着乌克兰说话的 因为说实话 西方现在呢 我们从他的新闻也好 从他的政治政策也好 帮乌克兰总体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正确 除了少部分信息员 他从本国利益角度 他不支持继续帮乌克兰之外 总体上帮乌克兰还是一个政治正确的 所以可以说是既有把这个事抹平 也有说是往俄罗斯身上推 但是为俄罗斯辩解 这个认为是乌克兰干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我倒是比较少见 不知道您那看到的消息怎么样 因为毕竟我这看西方信息相对不是特别多 我这个采访您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您专业 因为这毕竟谈一个军事问题 尤其是关于空难的这么一个具体的细节问题 用什么导弹啊 像刚才您谈到的爱国者 这样的这个防控系统如果部署的话 第一是数量不多 第二呢数量不多就比较金贵 金贵的东西直接部署到呢 边境上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这种分析都是极有价值的像我们这种自媒体的作者 对军事方面缺少常识性了解的人我们就不会想到这一程 但是我会想到如果这一次真的就是爱国者 在这里边碰 就是发了这么一发炮弹 有过这么一次阻击 结果就把这126给打掉了 假如证实这个信息是真的 那么您认为俄罗斯方面会做出什么反应呢 俄罗斯会忍下这口气吗 俄罗斯会容忍美国方面提供的爱国者 打起来我们126 他会怎么做 我觉得他肯定是不会容忍的 但是从整个俄乌战争期间 俄罗斯的这个表现出的军事能力 以及他已有的一些反应来看 俄罗斯报复乌克兰的招不多 基本上就是乌克兰就除了战场上 正常的这种争夺包括胜负之外 如果说因为我们也知道 就是乌克兰作为相对弱的一方 他在俄罗斯在战场格局上 他现在基本上没法翻盘 但是为了让西方能够继续支持他 所以他必须要搞很多噱头 还能够让西方的老百姓产生一种 对乌克兰的信心 所以乌克兰他非常重视 玩这种就是没有啥实际意义 但是特别能恶心你的事 什么给莫斯科放两架无人机 包括像前两天对彼得堡西北的 波罗的海的油料港口 放两架无人机 炸你一个油罐 你说对俄罗斯有多大的损失 其实没多大的损失 但是就是让你特别恶心 而且极具新闻宣传的效应 但是俄罗斯反过来对于这种东西 俄罗斯能够使用的招不多 因为我感觉尽管俄罗斯在军事上 他已经几乎于侵囊而出 除了核武器都不能轻易动之外 有的武器都用上了 但是在目标的选择上 俄罗斯相对来说 还是有它的底线的 还是避免干这种 对就是避免干这种意义不大 纯属恶心人的事 所以每当乌克兰干这种事的时候 俄罗斯的报复 就是对乌克兰的重要目标 实施导弹突击 除此之外 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对比两张照片 大家会发现 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了700天了 现在基普就是乌克兰首都 还是个很完好的样子 一切如常 但是加沙在炸了时间 短的多两个多月 现在加沙已经炸的每个人样了 200多平方公里 几乎所有的建筑全部被移平 而且人被赶走了 地下也绝地三尺 比较起来 所以说南非指控 以色列在加沙是种族灭绝 所以要求国际法院做出裁决 相比较而言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确是 有一些起码的理性 因为俄罗斯方面宣称说 这不是战争 而是一种特别军事行动 而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就是要去军事化 去纳粹化 这就是目标是乌克兰的纳粹政府 不是乌克兰人民 所以政府大楼 它并没有直接去炸 那现在呢 爱国者导弹 如果真的就是这样 对大型的俄罗斯的民用飞机 给出这样的空难的结果 俄罗斯会不会在这时候咬牙 既然如此 你不忍我不义 干他一票 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这场 不管是叫战争也好 还是叫冲突也好 它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乌克兰现在已经是完全处于全面战争状态 也就是说可以说是不惜搭上自己的一切 来应对这场战争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 目前还是一场局部战争 甚至这场战争对俄罗斯国内的整个局势的影响都不大 我们甚至能够看到至少从俄罗斯所爆出的数字来看 一边打着仗 人家一边经济还在发展 而且发展的情况比欧洲的一些国家还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经济增长2.8% 比美国2.6%还多了0.2个百分点 你美西方一万多项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经济发展的还有没有样的 你把它剃除斯维特系统了 人家还这样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经常讲到 这件事情上其实是可以看出究竟的看出走势的 那就是俄罗斯必胜 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或者你有什么见解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 讨论俄国战争的胜负一定得先有一个前提 就是什么叫胜利 因为目前我们来讲的话 你可以说俄罗斯把乌克兰全占了 这是胜利 你也可以说现在停火 俄罗斯就是胜利的地方 因为俄罗斯已经成功的占领了乌克兰相当的地盘 并且对乌克兰的基础工业等等的 给予了非常严重的损毁 而在这个过程中 乌克兰的综合国力也是近乎被摧毁 而与此同时 俄罗斯自己还有着一个至少看上去不错的数字 经济发展的数字 那么现在停火 你都可以认为俄罗斯是赢的 甚至我认为仅从军事角度上讲的话 那么俄罗斯现在如果说我主动从乌克兰撤军 你也仍然可以说他是赢的 随便一句俄罗斯能够主动撤军吗 不大可能 这个问题 毛子的这个特点是站下的地盘 除非是要把自己弄死 否则是绝对出不出来的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谴责 这个乌克兰袭击的这架飞机 您对这事怎么看 安理会是没动听情况 还是安理会双标 我觉得实际上您说的这两种情况 我认为抓的都挺准 第一联合国安理会受到美英法 这些国家的影响 受西方国家的一些影响 本来他就做不到绝对的不双标 更何况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说从技术上讲 确实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这架飞机是谁打下来的 所以安理会要谴责 也顶多是谴责打下来的那一方 但是不会提到底是谁 果然是军事学博士措辞严谨 亲爱的观众朋友 尽管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尽管是军事学博士 尽管是专业人士 但是他的观点并不代表本人的观点 我对这个节目平常说话太多 很多人都已经看 把他说你看你那样老脸 说看你得不得全是废话 那好 从现在开始我多采访了业内人士 这期节目您认为呢 佩奥姚孝卫先生谈的怎么样 如果谈的好的话 下次还要不要请他 如果他谈不好 您就在我的后边跟帖 您就说他怎么不好 怎么不好 感谢收看 再见